今天早上我绝对是今年起的最早的一次 五点多就爬起来干活了 先把房顶上的瓦都接下来 因为下午我小表弟过来 用挖机把这些房子都退了 所以今天起来个大早来干活 用挖着机拆房子可是真快呀 今天给我拆房子的是我二不家的小表弟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 所以在众多老表中 我感觉还是和他最亲近一点 让他过来帮忙干活 二话不说就过来了 干了一下午的活 用挖掘机把棵树给把棵打出锅 要是用人工去刨的话 估计要刨上个半天 我把这边的桌子板凳也都收拾一下 等一下把这边也平一下 把这片地平一下再挖一个下水道 院墙全部都拆完了 厨房也拆完了 明天就等老师傅们开始进场盖房子了 今天我九点钟的时候来的 他们两个都捡了一堆砖了 今天的任务是把这一堆砖全部都捡出来 捡出来整个的 半块的直接都扔掉 开一干活 开一干活 今天免费的挖机又过来干活了 不是说不给他钱 是给他钱他非不要 表弟把他家的大棚车也都开过来了 把这些用不到的碎砖头块 全部用大棚车拉走 光大棚车就拉了有十车左右 要是用我们人力拉 不知道要拉到什么时候呢 用挖掘机把这一大堆拔开 里面还有很多整块的 我们又把这些整块的砖头都剪了剪 小鱼居然会开大棚车 我还真不知道 开的还蛮溜的 可是小鱼说他一切也没开过 我怎么有点不幸呢 不一会儿院子里面的废砖都快拉完了 今天表弟又来干了一下午 每次给他钱他都不要 我还特别生气 只好请他吃顿饭了 这两天还下雨 师傅也没过来砌墙 两天砂质的价格真的是疯涨 之前拉一车的话是670块钱 现在拉一车的话要将近800块钱 人家说砌房子的话 拉石墨效果的话比砂质还要好 所以我们砌房子的话是拉的是石墨 回头粉墙的话就要用砂质 要用中砂 师傅们今天终于来干活了 他们早上五六点钟的时候就来了 等到上午我十点多的时候过来的 他们一边墙已经砌好了 下午就开始砌这一面墙了 这些师傅们接的活也比较多 上次说过两天就过来干活 一下子过了有将近一个多星期 才过来干我们家的活 可能因为这个季节盖房子挺好的 不冷不热的 所以他们接的活比较多 也能够体谅 就是可怜了我们家小鱼 在这边住着 窗户还没装玻璃四面破工的 上厕所的话还要去别人家 真的是委屈他了 我们这个大门留的比较窄 大概宽度的话是1米6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灰式的建筑 我们这边都比较喜欢留那一种 比较宽的门 能过车的那一种30米宽的 就显得我们家的门口特别的窄 好多人都过来议论纷纷的 我是比较喜欢这一种的 还有我们院子里面的话 是不准备过车的 要铺草坪的 这个墙洞的话是原本就有的 只不过后期的话封起来了 现在因为里面要做卫生间 必须要把这个墙洞给掏出来 顺便把上面那个鱼塔也拆掉 上面的话打掉很好打 就是这个下面的话 真的是太结实了 因为明天 师傅们就要盖厨房间和卫生间了 所以这个墙洞的话 必须要掏出来 师傅们早上来的是增长 五点多的时候就到了 这个时候天才微梦明亮 我和小鱼两个人 把昨天这个墙洞 掏出来的废砖口块 全部都拉走 要不然的话 等一下影响师傅们干活 里面这个位置的话 一间是卫生间 一间是储藏室 然后外面的话是厨房间 今天一共来了六位老师傅 我感觉今天一天的话 主体差不多能完成 六个人干活还是很快的 一会儿这个厨房间就弃好了 专业的批墙师傅 和我的手法确实不一样 我问老师傅 是不是我的手法有问题 为什么批墙的时候 我的手磨了好几只泡 然后师傅说 今天来搭树脂瓦的师傅们过来了 因为我们这边 埋不到防骨的那一种瓦片 只能搭这一种防骨的树脂瓦了 在顶上都铺了一层保温棉 省得冬天的时候 屋里面太冷 这种树脂瓦搭起来还是蛮快的 搭了厨房间 储藏间 还有卫生间 来了三四个师傅 一天就能搭完 主要这种防骨的树脂瓦 和我们整体的风格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一种 这个门头是我之前在网上买的 和之前的墙头瓦一起买的 前两天我们大概的组装了一下 发现装起来有点困难 这次索性师傅在 一起把这个门头也装一下 主要是也没外人 给我们装树脂瓦的是我家侄女的干爹 所以就请他帮忙指导一下 今天太晚了 这个屋檐是装不好了 只能先把屋檐搭在这个墙檐上面 有专业的师傅指导过了 等过两天空闲了 我和小鱼再把这个门头给装一下 这就是用防骨瓦做完之后的效果 天黑了 小鱼在这边帮我打着灯 等会儿把这边的垃圾全部都清理一下 明天师傅们要过来做一下地平 又拉走了两车 可算把这堆垃圾清理干净了 今天上午师傅们做的地平 中间留这个 这因为要跑那个煤气管道 这一点的话是我们自己做的 因为上午师傅们做完这一边的话就走了 之前这个地方是放打灰机的地方 然后我们今天收拾了一下 把这边也做一下 好多人问我们这个井的话是怎么抽水的 就是买了一个像这样的窒息棒 然后再插上电就立马通水了 这个上水很快的 可以说是秒通水 没有了打灰机 用人工活灰 可是非常非常的累啊 幸亏我山珠在家 帮着我们一起干 小鱼和小锅 先把活好的水泥都铺上 要等个几个小时再做下一道工序 路面已经干得差不多了 表面看起来确实挺光滑的 现在上面走人已经可以了 但是还是不能过车 上个视频好多人问我们以后车停在哪里 就是停在这个地方呀 因为我家宅子挺大的 所以我往里面弄 还要在这边挖一条小河 怎么办呀 哎表弟过来了 表弟来了哦 把我们弄辣机哦 表弟是从那边那个副门那边进来的 前面的话他已经就进来了 昨天表弟把这个院子里面的土全部都平了一遍 这个地方是我挖的小河沟 行政拿过来组装一下 要先把它放在岛上 要不然的话位置不好找 这个亭子我买了有将近两个月了 一直都在那边扔着 里面子没有收拾好也没有地方组装它 你看小鱼同志干起活来是多么的卖力 今天表弟又来帮我们干活了 我和表弟比赛看谁跳得远的 他说我这个距离绝对跳不过来 我非要正面给他看 跳是能跳进来 为啥我感觉这么吃力的 而表弟一个跨步直接就跨进来了 绝对不是因为我腿短 因为他的腿也不长 把组装好的亭制先搬上桃花岛 他们就在这边左凉凉右凉凉 因为这个岛中间的话要做一个六边形的 外圈的话是圆形的 外圆内方的这一路 因为之前挖好的话是一个圆形的 现在要修成一个六边形的 所以很多地方都要挖 又是一个大工程呀 今天一天又干不完了 表弟说挖土可比他开挖机累多了 早知道他就把挖机卷开过来了 本来他今天下午没干活 来到我们这边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这一次可真的是帮上一个大忙了 第二天就开始修这个鱼池了 先把鱼池下面都铺满砖头 把所有的砖头都铺好之后就开始气墙了 这个鱼池的高度我留的有将近一米二 鱼池是好气的 最难气的是中间的这个六边形 三个老师傅光找这个六边形的角 就找了有将近两三个小时 但是这点活很少没多少 可是很费时间呀 这些师傅们干了有三天的时间 才把这个鱼池给气好分好 不要是中间的这个六边形有点费时间 刚好今天买的这个拱桥也到了 等下让小鱼同志先组装一下 小鱼按照说明书组装的 那觉得一点不对 可能是材料发错了 这个桥撞到一半 这个是错的 果不其然是商家发错了 全部都发成顺管的了 我还说小鱼池连个骨桥都放不好 原来是我真的触摆他了 商家又骨发两步过来 他过几天才能到 先把这个骨桥搭在这个地方看很合适 其实真是刚刚好 就让师傅们把里面粉按下 让他之后还要做防水 大家说这种鱼池防水的话 做哪一种比较好呀 我们也不太清楚 外面的话 我里面准备沾了一朵隔暖锡 鱼池煎好了 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做什么防水呀 欢迎大家来经济区里留言 今天早上快递到了 小鱼就迫不及待地装起来了 也不知道小鱼这一片天的阵子怎么这么大 早上我还没起床 他就去南快递 然后回来在这间体装起来了 他组装好了 我前漫游的起床 看着他走一圈又一圈的 是不得想让我表扬表扬他呀 小鱼真棒 学而代之的是我们动手 一点一点打造出来的样子 虽然现在还是一个半仅仅 但是我感觉已经自现好太多了 终于把大门安上了 这样出去买什么东西也放心了 因为家里面一直有个人开门了 让我恢复你的 我需要带一下 儿子 我带一下 我带一下 这就是大门安装好之后的样子了 和我里面的门也是一样的 大家看看这个门好不好看 我听的是白玻璃啊 怎么变成绿玻璃了 我听的是白玻璃啊 为啥呢 好奇怪呀 我刚刚还以为是拉错了 拉成绿玻璃了 龟侠玻璃对立在一起就是预设的 单独打开就变成白色的了 不要学问也不高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 这个玻璃的话是按照同方卖的 40块钱一个装装 在我的认知中 我感觉普通的白玻璃应该是很便宜的 没想到也要这么贵 这还是我们将人去卖玻璃的地方买的 要是去卖门窗户地方买的话 估计会更贵 他们这边是只卖玻璃不够送的 我们自己去拉的 结果本来还拉税了一块 后再老板还不错 到那边的话又给我们免费换了一块 我和小鱼两个人分不明确 她的主要任务是安装玻璃 我的主要任务是 她安装玻璃前把门窗都擦干净 我们两个人上午去拉玻璃 下午安装了 一下午才把玻璃全部都安装好 今天感觉时间特别不够 一晃一天就过去了 今天把客厅的门也装上 之前贴地板装的时候 因为客厅的门有点暗事 所以被去掉了 今天趁着装玻璃 一起把门也装上 最后一块玻璃 马上就安装好了 大部分过程 鱼池已经是5点多了 天呐 今天我们两个都有全部武装哦 首先第一步肯定是要把鱼池里面的卫生 都打扫一下 看我打扫的是不是干干净 小鱼说这个墙面太干了 让些鱼池试一下 开始排水凝活浆了 先把大缸里抽上大半浓水 然后加入水泥搅拌一下 再加入浇粉 一样一样的带上去 带上去 小鱼们 记住他现在这个自信里面的 让他听我的 他非不听我的 非要紧一个谈论 等下看他如何夸夸打 兄弟们 咱就是说 他的脾气四象四象的 怎么给他收拾一下 这是不撞男强 绝对回头了 让他自己沾沾摆动吧 自己在这摆动了有两个多小时 时毫能用一点进展 哎 这是干嘛呢 怎么搁起来了呀 怎么弄成小块了呀 你刚刚不是挺能复心的吗 不是不听我的吗 怎么弄成小块了 咱就是说 不听媳妇的话行不行 不听老妇言 死亏在眼前 接受老婆管 一生都抱歉 不服老婆管 处处有危险 你说你早听我话 至于耽误那么长时间吗 真是想不明白 到底是因为啥呀 全部都给他结成小块了 一米长一个 一米长一个 我之前就对他说这样做 一不信 非要弄成了 说省事 结果呢 事人没省 又白白浪贴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现在找到方法要领了 做起来就很快了 不过这个鱼池这么大的面积 一天整理都做不完的 主要是这个拐弯抹角的 特别不好说 一天整理都做得完 小鱼这专业不要吃做这种防水了 虽然有一点点学经验 但是还是不能和专业的事实比较 慢慢来吧 做一次防水 昨天已经做了有一小半了 现在还有一些大半 到今天就能完成了 小鱼说 一段加班到凌晨12点 也要爬到那一桌 我买到这个地方 不思议不大一般的 一远的话大概有 我们将近就数 刚开始搭了一远 我家的天上的这种防水 现在的还有一些 已经做了一个 我单身去买了二手 不过说现在的地底座 确实比较省钱 找人做防水的话 这么大的面积 并并最强要两千块钱 我们自己做的话 所有的料钱 加在一起的话 是将近五百块钱 确实做饼门防水的话 是比较省钱的 之前我还想过 拼那个有些防水头的 可是那个也太贵了 我们全部都下来的话 还要三千块钱打底了 所以就选择了做饼门 对 效果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做饼门的话 有点费劲 费时间 小鱼说 今天加班也要干吗 原来是真的 天快飞了 我说收的东西我们走吧 他说今天打的灯 也要把这个防水给收换 你说你这镜头 要当时用在上学上面 你自己出租还没毕业吗 没办法 人家不走 咱也只好陪着 结冰 我们去看一下 什么都结冰 这两天没有更新 瞧瞧我们去干嘛去了 其实我们去 找石头去了 你看 也就是我们找到的石头 我们这边的话 也没有山也不散石头 这些石头可是我们 费地千辛万苦找来的 让人在网上买 运费都要比石头贵了 等一下的话 我们就要把石头 石头然后粘在这个上面 废话不多说 开始干活吧 第一步先活灰 水泥和沙子的比例 十一比一 然后磁砖粘合剂的话 撕掉后 第二步用水先把墙面 全部都打湿 第三步 有请咱们毫无经验的 师傅上塔 不就是粘额乱石吗 请说还很难的 咱就不怕 小鱼从我山书家 拿点塌掉的鱼 先试试试 看能不能成活 他说刚做的防水 可能有有害物质 看看这些鱼的物质 我又继续粘起来我的石头了 我山书说 他之前见过 关门粘额老师的石头干活 说粘起来很慢 而且还特别费时间 粘不好的话 躺躺的石头 都盖掉 说我今天最多粘椅子 而且明天石头都会冰掉 可是呢 今天我粘了有6米哦 动不动掉 就明天看了 这就是粘好之后的效果 今天干了有4-5个小时 让他有6米 确实很快 但是出来的效果还不错 是我喜欢的那一种 昨天晚上单金瘦了一夜 特别怕早上一来 石头全部都掉了 那可就是纯纯要我的命了 今天早上一来 真的是惊奇时分呀 居然一个都没掉 来的路上我还在想 要是全部都掉完了 现在丢脸可就丢大了 没想到这些石头 还真的挺给面子的 居然一个月没掉 从此我又解锁了一个新技能 这个技能就是有一种费腰 一个就是几个小时 还特别的费时间 我预计是三天之内完成 看现在这个进度 怎么高也在四天 因为就我一个人贴 小鱼说他不会 我感觉他应该不是不会 他就是不想贴 今天虽然比昨天多贴了一点 但是还是只完成了有一小半 明天还要继续贴 今天上午把链子里的垃圾 全部都收拾一下 把该卖的废品 拉到废品盘去卖了 然后下午有游戏 就觉得了 这个活真的是太费腰了 不能一天一直干这个活 要不然的话 一天下来妖言做不了 所以我们上午准备干点小活 然后下午准备了 不能为了抓紧时间 把这个进度完整 再把腰给捏坏了 所以就一点一点 慢慢来吧 感觉冬天天真的是度的短 下午才四点多一点 天就开始有点灰蒙蒙的了 等到五点多的时候 天就已经黑透了 今天就看到这里吧 明天再继续沾额乱丝 收工了 最后出来的效果 真的是太有感觉了 但就是说 第一次沾额乱丝 大家感觉我弄得怎么样 我是非常非常的满意 这个为啥做的这么慢吗 因为要一个石头 一个石头的往上按 还要用锤子砸一下 用锤子砸过之后 再用小铲子抹得好看一点 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弄呀 弄了得有几千块石头了 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说我有没有必要把鱼池里面 再刷上一层蓝色的游戏呢 好多人说把鱼池刷成蓝色的 这样的话水出来的效果 会给的好看 其实我感觉现在的话 这个还可以 但是我不知道弄完蓝色的之后 会不会更好看一点 所以比较纠结 你们看现在磁子里面的水 相当于是那一种 碎绿色的 其实我感觉这个颜色也还可以 但是我不知道弄完蓝色的之后 这个灰色的做得不好 所以这两天也在纠结 又没有再刷一层蓝色的游戏 大家有没有好一点的建议呀 评论区等你们留言哦 等过两天石头干了 我还要拿个小沙子 把石头上面的灰底蹭干净 现在石头上面的话 还有一些水泥和沙子 等用水冲洗过后石头就死 先把门口的垃圾都清理一下 等一下好坐台阶 再把边边角角全部都修理整齐 小鱼拿的这个刀 是我妈拿回来的砍刀 我跟小鱼说 不要用这个刀 用这个刀 咱妈要是碰到了 不要说你不可 她说没关系 砍什么不都是砍了 所以她就用来砍砖头了 希望这条事情我妈看到 到时候好好地修理一下小鱼 先把第一层铺上砖头 然后专业的老师傅就来了 我让我山叔帮忙气的 因为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气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效果图 不过山叔看了一下 我相信说没问题 保证你说的一模一样的 已经连老师傅了 这点心情平均是有的 这个台阶是我们前天做好的 前天抓紧时间把这个台阶做好 因为今天还有昨天都非常的冷过一下了 所以感到最后一天的好天气 把这个台阶给气活 我们这边的话 最近一个星期都很冷 不过零下好几步 估计这一个星期也做不了什么活 不过一个星期之后 天气又回暖一点 到时候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台阶的磁砖给粘上了 今天的话就是先把主题给气出来 等过几天两个一点就把纸砖给贴上 台阶就切好了 里面的话比外面要短一点 外面的话一个台阶是60公分 里面一个台阶是30公分 一共是上于平均里面的地面 我和小鱼两个人一边有一点不同 我想用防腐木来做平均里面的地面 小鱼呢是想用原来撤掉的水墨水地板来做地面 如果要是用防腐木做地面的话 我问了一下要将近2000块钱左右了 要是用之前地板的话 只需要一点水和虾子就可以了 现在也是在做一点 一是想要神奇 二呢 别的能够看起来 但是不管做哪一种 都要把固定全体的是个冰子线给气好 没头固定全体的话 就直接打碰到鱼 打到这个冰子上面 今天的话就先把这四个冰子给气好 至于这些一板 我们再考虑考虑再商量找 这四个冰子就是气馆了 小鱼把你换回的话 吃手长的底部有这些气好 吃个底做出来 吸手时才能够稳稳地放在上面 我买的是那一种户外吸手池 你做生物式的老玩具的 刚才的话是石巢 他说是新的石巢 没用我的问题 你到底是不是新的 这个也不妨说呀 其实今天最后 我这个有吸手族 大家帮我看一下 是新的石巢呢 还是这个石巢转到的 其实新的这也无所谓了 你要放在外面不被淋在最好 其实这个石巢就气活了 看着看起活来多么的卖力 这个小老头一点也不嫌弃穿着我的粉色防护服 围墙的油漆都推两遍 一遍盖不住 全部都推好了 看起来还不错吧 拉线贴上美人纸 开始刷墙围 我爸当一刷上 小鱼就说 小偷绝对不会来我们家 我说 为啥 小鱼说这个围墙好像公安局呀 我爸捕刀说 像税务局 呵呵 你俩可真豆 明明像土地局好吗 诶 这是我家的又一个反攻工程 买的这个墙头瓦盖子上 墙头帽太宽了 盖上后瓦下不来 在上面下着 只好全部都拆掉重新气 这就是提前没规划好的后果啊 外攻又废料 你说 要是提前规划好 就不会老是反攻了 最后的最后 我想问下大家 这个颜色 真的像公安局或者税务局的围墙吗 你感觉不上 打败的话 不是 只能拿出来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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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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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d6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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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d6